Amen 是的 愿上帝赐福他的话 好 那么今天我们谈到 利未记的第四章 我们已经进入的第四个 先纸 大家还记得吗 那我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什么是赎罪纪 那我们知道赎罪祭 当然它是赎罪祭的话 它就是出之以罪 因为赎出你的罪 所以这是出之以罪的原因而献的献祭 就是当一个人犯罪了 他要求神赦免 所以他就献这个祭物 所以凡是赎罪祭都是因罪而引起的 那么我们来谈谈一下 罪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呢 罪的意思就是打不中标 就好像你玩那个飞标 那你打不到把的那个中心点 只要你不是打到中心点 你偏一点点都好 那就是不打中 或者是错失正确 就是那个本来那一点正确的 你没有达到 你那个飞标飞到外面去了 所以罪就是说 没有达到神所要达到的 就是罪 神怎么样讲 但是我们没跟 那么我们就等于犯罪了 所以因为罪呢 神就是吩咐我们不可以去行的东西 然后我们去行的 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那么呢就犯了罪 所以这个就是罪的定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节的经文 在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来一二三 按照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 洁净的 如果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记起这段经文说 他说 差不多都是用血 洁净的 按照立法 如果不流血的话呢 罪就不得赦免 九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 何况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 无小无耻的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跟人 洁净你们的心 这个心的言文就是良心的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呢 数最近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牲畜 这些牲畜为寄物的 寄生的血 来得到洁净 就是宰了他们的 然后呢 这个血呢 才洁净我们 而第二个重点呢 这是这个寄生为罪人 属罪 这就表示说 本来犯罪的是谁啊 是你 本来犯罪的是谁啊 是人 是不是牛犯罪啊 是不是羊犯罪啊 不是 但是呢 牛 羊 代替了我们 去受这个惩罚 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 代罪羔羊 代罪羔羊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词 叫做代罪羔羊 有很多人讲说呢 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 都不信耶稣的 因为耶稣不是华人的神 不是华人的 所拜拜的神 古代都没有拜 那么 如果你这么说 那我就问你 代罪羔羊 这个词语从哪里来 为什么一定要羊 不可以 其他都不可以狗 不可以猫 不可以熊 不可以老虎 为什么一定要羊 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古代的人 会有这个词语 叫做代罪羔羊呢 会不会这件事情 是跟 早期犹太人有关系呢 所以呢 按照我的理解 其实很早的时候呢 福音都已经传到呢 中国去了 所以呢 很多人都很清楚 在我们的老祖宗 他们都很清楚 代罪 我有这个羊 这个代罪羔羊 当然这个代罪羔羊 就指耶稣了 好 那么旧业的赎罪祭呢 是预表 新业的耶稣 他成为了人类 犯罪的赎罪局 就是犯罪是我们 但是呢 代替我们的 所以 当耶稣 当这个施洗耶翰 耶翰福音讲到 施洗耶稣 在耶当河为人 施洗的时候 当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 他讲什么 他有没有讲啊 表弟来的 没有吗 他没有这么说 他讲什么 他说 看神的羔羊 Behold the Lamb of God 他就说了 大家看神的羔羊 为什么他叫耶稣神的羔羊 因为他很清楚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 就是来代替我们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赎罪祭 所以耶稣基督他来 他为我们赎罪 所以他真正的完成了 秀赎跟赎罪的功能 所以立位子第四章 就是描述不同的人的犯罪 那么不同的人 要献上不同的赎罪祭 赎罪祭也有不同 赎罪祭不是一种而已 赎罪祭有好多种 看你是什么人 你是祭司啊 还是你是领袖啊 就像教会一样嘛 如果一般的信徒 很多东西他们不懂 但是你是为领袖 你是为牧师 就会传到你犯罪 当然上帝给谁恩典多 上帝就要向他讨多了 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分成几种人了 所以今天呢 因为我是用归纳式的方式 我们有用一章一节 慢慢来讲解 我就用归纳 所以我相信大家 刚才已经读了 所以当我们读到 整章的经文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里很特别 注重先祭的人 这是那些 祭物固然重要 但是先祭的人 也更重要 所以那种犯了罪 有哪一些人犯了罪 那么就现怎么样的祭物咯 所以以下呢 我就归纳成四个情组的人 四个情组的人 第一个情组就是祭司 他可能是大祭司 他可能是一般的祭司 所以第三节有说 他说或是受高的祭司 那英文说 那英文说 If the anointed priest sins 就是 他是poorer 他是多数的 就是多数的 他不是一个singular 他是多数的 所以就是说 当这个祭司 受高的祭司 被神恩高的 他都会犯罪 所以就表示 其实你看 属灵的领袖 祭司是属灵的领袖 他都能够犯罪 然后他说 他是他犯的罪 他会使百姓 陷在罪你 所以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如果你犯的罪 你会不但是你一个人犯罪 你会影响其他的人 所以他说 当祭司犯罪了 他就影响其他人陷入罪里面 主 只要你是公中人物 主要你是 领袖 比方你在一个公司 你是一个经理 你是一个老板 你做错些东西 你会影响你的下属 所以家庭也是一样 如果爸爸妈妈 带头的犯错的 也会影响整个家庭 所以祭司会使百姓陷入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 再没有产据的公羊 公牛赌给耶和华 为赎罪罪 所以第一个就是祭司 然后到十三节到二十一节 就讲到全会众 十三节说什么呢 他说 以色列全会众 诺行了 英文就说 if the whole israelite community sins 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犯罪了 那么耶和华吩咐 不可行什么事 都误犯了罪 而隐而未陷了 会众看不出来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必须承认 有些罪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情况底下已经犯了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也犯了 有些东西可能我们 切发自私 然后我们也犯了 就比方说 圣经有讲 我们把当灭之物 不结晶的东西 不可以带回家 有些人可能去旅行 旅行的时候呢 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 摆设得很漂亮 哇 这个东西很漂亮 把它买回来 但是你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可能跟偶像 或者跟邪灵有关系的 他们可能是那些 当地的土人 来拜拜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把它买回来 当你买回来之后 就影响你的家庭 对吗 所以有些东西 后来我们知道了 我们赶快祷告 主啊求祢赦免我 或者可能有些人 有犯一些罪 只有他知道 上帝知道 魔鬼也知道 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么所谓的 神不知鬼不觉 当然 没有所谓 神不知鬼不觉 肯定上帝知道了 肯定魔鬼也知道 因为 祂在暗 你在光 因为你看不到祂 祂看得到你 你做些什么 祂都很清楚的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隐藏了 好 那么第三段呢 就是22节到26节 22节说 官长诺行的 耶和华 神所吩咐不可行的 什么事 英文是说 When a leader sin unintentionally 就是当一个官长 不是他故意的 虽然不是他故意 而unintentionally 就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 即使他不是故意 他也犯了 所以他是误犯 误犯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祭司 祭司是属灵的领袖 官长呢 就是行政上的领袖 祭司就好像牧师 官长就好像教会的 知识长老 委员 那么第四呢 就是个人 individual 民众 若有人心的 耶和华 所吩咐不可行的 误犯了罪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圣经讲 有四群的人 四群的人 那这四群的人 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看 第一呢 我们看到 他一先提 就提 祭司 然后就提了 全会众 the whole community 然后提的 就是leader 官长 最后提到个人 这里主要表达什么 我们看到呢 这里特别注重 先进的人 如果你是属灵领袖 你要怎么样 如果你是 整个教会的人 你要怎么样 如果你是 执事长老 你又怎么样 如果你是个人 又怎么样 他可以应用在不同的群组里面 你可以永远在教会 家庭 等等的 或者是 好像官长 就表示那种执行 执行 立法的人 执行法律的人 那么我们看到 这里呢 他特别注重 献祭的人 比献什么来的重要 大家还记得 亚伯跟盖颖吗 亚伯跟盖颖 上帝讲什么 这个盖颖就说 他说 为什么上帝 你拒绝我的献祭 圣经讲什么 神看重 亚伯 然后 他的记物 神看重盖颖 神不看重盖颖 然后 不看重他的记物 其实这个经文 他已经隐藏了说 是的 我们是献祭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人 对呀 我们所献的 东西 还是吃药 最重要还是这个人 所以 有很多时候你说 牧师啊 我们 我没有什么恩赐啊 是 可能你没有什么恩赐 但是 如果你有心学习的话 很多东西 你还是可以学会的 不是人一生出来 什么都会 所以很重要就是 你这个人献祭的人 所以这里呢 他特别强调 各种阶层的人 就表示 人人 要献赎罪 你看 你是属灵领袖 也好 你犯罪 你还是要赎罪 你是一个 领袖 你是一个领袖 你犯罪 你还要 你是普通的百姓 你是普通的弟兄姐妹 你犯罪 你还是要 现在属罪 没有一个人是免不了 所以就符合了 罗马书三章十节 跟二十三节 说什么呢 他说 人人都犯了罪 对吗 亏欠了神的荣耀 第三章十节 罗马书说 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 当然就包括你跟我 如果我们犯罪 我们还是要求神赦免 没有一个人是豁免的 所以这里特别强调 是讲谁先 讲祭司先 为什么讲祭司 因为祭司是属灵的领袖 祭司是第一个领受神坏的人 所以如果他犯罪 他一定要带头认罪 我们不能说 我犯罪了 那我祷告求神赦免我就好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领袖 你做些什么事情 你要负责的 因为你一做错 它就会影响其他的人 就可能像一个牧师一样 如果我们做错事情的话 不只是影响我们一个人 或者我的家庭 它影响这个教会 所以其实很多的传道人 都不晓得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做东西 做事情 做决定 非常要考虑清楚 要好好祷告 行求神 上帝你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 如果你一做错决定 会影响整个教会 如果你带领的教会是 两千人 你犯错 你就影响两千人 如果你是两百人的弟兄姐妹 你带领的教会两百人 你犯错 你就影响那两百个人 甚至有时候 还影响他们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小心 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犯了罪 属灵领袖犯了罪 他就会使别人陷入罪你 对吗 所以事奉神的人 如果跌倒犯罪了 我们很容易绊倒人 我们很容易绊倒人 因为他们是带头的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说 属灵领袖犯罪了 他们会影响其他的人 但是 身为教会弟兄姐妹 不要在那边拍手 你看牧师犯罪了 你看他影响别人 我们也要知道 身为弟兄姐妹 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就是 要常常为牧者祷告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领袖犯错 也跟辉众有没有为他们祷告 保护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常常 祭念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领袖 当然他就面对 因为他在 他就好像打头阵 就好像你打仗的时候 他就是在前面冲锋的人 然后你后面没有back up他 你后面没有支柱他 他肯定死的 他跑不去前面 他肯定被敌人打死的 所以我们不要在那边看好戏 牧师在前面 来我们派掌派掌派掌 然后犯错的时候 我们就骂他 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 我们也有责任 我们也要在背后 常常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家庭祷告 好让神的宝血 能够治盖他 好让圣灵能够带领他 让他可以好好得到保护 而不至于犯罪 影响其他人 所以属灵是带头的 所以他们犯了罪 属灵领袖犯了罪 就要勇敢的认罪 因为我们的做错是影响整个教会 所以我们要勇敢认罪 不要隐藏和躲避 隐藏不了的 错就错了 他就是隐藏不了的 好接下来呢 就是他就讲到 全会中犯的错 然后做长老的 也要带头认罪了 虽然做一个领袖 你没犯罪 但是是全会中犯罪 那也要怎么样 你也要出来带头 就好像最近 我们马来西亚 六周选举要到了 那有一些 有一些政治的这些党 其中一个小党员 或者其中一个代表 出来讲话 而且讲错话 讲了错话 那个秘书长 或者那个党的主席 是不是要出来 带头认罪 带头 扣头 对不起 他们讲的不代表 是我们的 也不代表是我们的意思 所以 即使教会的弟兄姐妹犯错 领袖还是要出来 代替他们认罪的 来代替他们来讲解 是我们不要退卸责任 要勇以承担 所以这里很强调的 就是要勇以承担 那么在死人面前 才会接纳 一个真正的领袖 是会有担担的 他知道 他的人犯了错 然后我们要担担 就好像 一个的弟兄姐妹 可能去拉别的教会的羊 然后别的教会的牧师 来骂那个人的时候 那我们成为牧师的 我们要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也要道歉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教好我们的羊 以致我们的羊 随便去外面 去把拉人来 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就领袖就是代表整个教会 然后就是官长 官长就是人命的行政领袖 和个人也是一样的 虽然他是领袖 但是他还是人的 所以如果他犯了罪 他也要立刻认罪 而且是要公开在死人面前认罪 因为你是公正人物 你是一个领袖 你是官长 你是一个领袖 所以你犯错 你也要在众人面前认罪 所以上帝不要我们 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 在宫中认罪 是因为他不要我们隐藏罪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不知道 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东西肯定是会有人知道的 不会没人知道的 我们不要偷偷地去认罪 为了保留面子 反而有时候因为我们偷偷认罪 我们没有人 没有人负责 我们没有人负责 所以我们没有那个人来 只恨我们 那么我们犯错 我们很容易又陷入那个罪 所以比方一个鼠领领袖 你犯了罪 你必须要有一个同伴 你来跟他说 这时候可能一个牧师 你做错了 那你需要一个同伴 可能是你的另外一个传道人 你可以跟他讲 然后请他为你祷告 然后你在他面前来认罪 那么这样他也可以成为你的同伴 看顾着你 然后保护着你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 很容易就犯了罪 又犯了罪 所以神要勇敢的面对罪 也不要马虎的过关就算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先祭的人代表每一个人 表示每一个人都当赎罪 每一个人都犯罪 第二赎罪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里说 第六节第七节 把指头沾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对坐圣所的慢子 谈血气质 又要把血抹在灰幕内 耶和华面前相谈的四个脚 好 那么第十七十八节也是一样 也是把血谈的气质 然后把血抹在灰幕里面的 这个谈 金香谈的四个脚 好 这是那个 奥特的 谈的这个 的四个脚 那么赎罪祭的重点 除了人之外 赎罪祭的重点 就是你这个 寄生的血很重要 因为 圣经讲什么 只有血才可以赎罪 因为血才能够赎罪 因为当血带到 生所慢子前 就是表示 把我们的罪 带到神的面前来 然后呢 这个血流血了 一个动物有流血 就表示他死了嘛 他牺牲了 所以有牺牲就有代替 对吗 所以这样的公义的审判 才算满足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说我犯罪了 那么呢 我一定要承担这个罪 但是有人为我承担 代替了我 所以呢 我 我的罪 我的罪的后果 或者罪所引起来的结果 就有人为我承担了 对不对 比方说 你家的小孩 偷了别人的钱 被人家逮到了 然后呢 那个人就要抓你的孩子 那你就来到面前说 对不起啊 我向你承认 这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犯错了 请你原谅他 他偷你多少钱 偷了二十元 OK 那你就赔了二十元给他 然后你 从你的口袋 拿二十元来代替 还给那个人 这是代替了 所以呢 你孩子呢 那个人才放过你的孩子 所以就如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流血 死在十字架上 他牺牲了 为我们赎罪 本来我们是犯罪 我们必要死 但是耶稣 为我们死 而且 他死了 他流血 他牺牲了 而流血 牺牲 这是罪 怎么讲 就是说 那个代替是最max的 就是 完全的 一个最完全的 赎罪的方式 为什么血 要带到圣所的慢子 谈七次 不要谈六次 不要八次 十次 为什么 七次 一表 完全 完全 complete 所以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的时候 这个血 代替我们的 血是完全的 所以谁是完全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才有资格 代替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 没有犯过罪 就比方 我犯了罪 你来代替我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你也是罪人 你没有 你也没有资格 只有耶稣 有资格 因为耶稣基督 没犯罪 耶稣基督是 完全的人 完全的神 对呀 所以耶稣基督 可以代替我们 而且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的 唯一一次 献上一次 赎罪 就得以完全的神 所以血本身 是完全的 因此呢 耶稣基督 为人类代数 祂的功能 才可以完全 因为耶稣基督 是完全的神 所以祂一次献上 就完全的 只有耶稣为我们 赎罪 所以凡是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可以得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 代替我们 所以我们承认 祂的代替 我们承认 we recognize 神的代替 the redemption that Jesus provide for us 但我们 接受了 我们就 我们就得着 这个福气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最后 然后呢 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个血 要抹在 香坛的 四个角 那么香坛 经香坛 我们知道 在圣所里面 经香坛 the order of incense 在启示录八章 三到四节 有讲 它是代表 祷告 祷告 那祷告 一定要带到 神的面前 所以把这个血 抹在 香坛的四个角 就表示说 我们把我们的罪 带到神的面前 来承认 上帝 我在祢面前 我承认我的罪 我得罪了 我的孩子 我得罪了 我的妻子 我得罪了 谁谁谁 我们把我们的罪 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罪呢 不当你要 有一个人 来向一个人认罪 那个人 他其实是 让你可以 accountable的 同时 你要来到 神的面前 认罪 那么呢 为什么要来到 神的面前 因为只有神 才可以赦免啊 其他人 没有办法赦免啊 所以为什么 在信业的时候 耶稣说 你的罪得赦免的 那个法利山人 会很生气 犹太人会很生气 大祭司会很生气 因为他们很清楚 可以赦罪的人 就是神本身 因为他们不了解 他们不晓得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就是那个将来的应许者 所以他们才会很生气 哇 你这么大胆啊 只有你才可以赦罪啊 只有神也 不是你呢 所以当然他们就很生气了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赎罪者 然后 为什么所有的血 一定要倒在灰幕的门口呢 凡祭坛的脚那里呢 那 既胜所有的血 全部倒出 没有保留 倒在同祭坛那里 同祭坛是建计的地方吗 对不对 所以祭坛的血 所以祭坛的血 完全倒在那边 就是表示 我们把我们把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交给神了 而同祭坛就是烧献祭给神嘛 就是说主啊 我的罪就在这边 你看得清楚我的一切的罪 我没有保留 我完完全全的向你承认 无论是我隐而未先的罪 我知道的罪也好 我不知道的罪也好 我要全部向你承认 所以这个血 倒在这个同祭坛的脚 全部倒出来的意思 就是表示 我们毫无保留的 完全倾倒 完全把我们的罪 一五一十的告诉神 那么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 第一 人人都犯了罪 第二 我们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完全代替我们的罪 而我们的罪要完完全全的承认 不可以有任何的隐藏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从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主啊 我们人人都犯了罪 我们都必须来到你面前祷告 求你 来赦免我们 主啊 我们也承认你就是我们的救主 你就是那一位赦免我们的神 主啊 如果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们不要以为说 你不知道 主啊 一切你都知道 只要我们也一千杯来到你面前承认的话 那你必要赦免我们 就如你的话也说 主啊 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 你必要赦免我们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为我们留下你的保险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